8月18号 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千秋房价涨幅最高前50城市 其中来自中国的城市上榜数量最多 有28个城市进入前50 而在这之中 西安更是领跑大陆房价涨幅 过去一年涨幅达19.3% 而过去三年更至累积涨幅超过45% 对比去年同期 中国新上榜22个城市 分别是大理、海口、呼和浩特、贵阳、昆明、三亚、哈尔滨 济南、大连、石家庄、青岛、沈阳 成都、长川、太原、武汉 乌鲁木齐、兰州、桂林、郑州、广州和福州 但在一线城市中除了广州以外 北京、上海和深圳都并不在前50中 所以你家城市上榜了吗